今天咧就是Potato Q&A的一天 你真的是要有那个责任感 因为他的花费也不少了 他不爱吃狗饼 你说是不是 哈喽大家好我是Gladys 雨晴 哈喽 Welcome to my vlog 今天咧就是Potato Q&A的一天 其实说是Potato Q&A 更像就是关于狗狗的所有问题的Q&A 前几天咧我就在我的Instagram问大家 有什么关于狗狗的一些询问 或者是关于Potato的Q&A想要回答的 我就从中选了一些 然后慢慢一个一个回答你们 在开始之前咧很开心 我收到了这个BJI Pocket 2白色的 而且我收到的时候是整个Google都找不到的 因为是全球都还没有公开的 所以今天的vlog我就打算用这个 DJI Pocket 2白色的来拍 这个呢就是我上一个打疫苗的vlog的时候呢 有拿着来拍的 这个Pocket 2黑色的 很可爱哦 然后现在DJI竟然送了我这个白色的 马上来开箱看看 哇 其实说它是白色哦 它更像带一点粉色的 我觉得 撕开这个sticker 荧幕的 好像一个小小的ET 好 换相机 看一下楼吃榴莲 Potato 你要榴莲吗 你要榴莲吗 Potato是吃榴莲的狗狗 你怕这个吗 你怕吗 可以给你们看看Potato小便的地方 他们自己会进来厕所小便的 但是我们没有放Tray啦 因为我们发现Potato是一只很 很胆小的狗狗 我们放Tray的时候 它一踏上去会 声了 它就会害怕 所以它从小到大 我们都没有帮它用那个Tray哦 让你看 哇 好可爱 好像一个小女T Hi 好 现在我们的Q&A嘛 上开始 当然Potato的Q&A少不了到 好人被我们 一起来帮Potato做Q&A啦 好 Q&A很怕这个 他怕你在吃东西也会不会比较文一文 对 说到文一文 如果你们有养狗狗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当狗狗要认识新朋友的时候 他就会嗅嗅嗅嗅对方的屁股啊这样子 如果你平时带你的狗狗去溜的时候 他去嗅其他狗狗的屁股的时候 你们就不要阻止他 ok 可以Q&A 认识参与 我会尽量回答啦 因为真的是太多太多问题了 这些是我Screenshot起来的 这么多啊 对 但是有很多都是同样的啦 我们第一个回答的呢 就是 最多最多最多人请问的 这一题一定是要回答的 就是 到底狗狗 怎样可以去一个自定的地方 小便大便 喂你这样帮他帮他这样 给他睡了 所以 这一题谁回答 这个还是要看个性的 刚好我们伯德兜他比较胆小 只要他在不对的地方 小便的话我们骂一骂 他就会记住啊 so far 他可能比较乖啊 最重要的还是你要给他懂先 就是他一大错完就要骂打地上啊 就不要打你的狗狗啦 狗狗会 记仇 记仇跟不开心 一般上如果他小便错完 我们就抓他来 吻那个尿一下钱 打地上然后骂 他就懂他做错了 其实你要培养到你的狗狗哦 可以大小便在对的地方 你要很多时间看住他 他要去不对的地方 小便的时候 比方说狗狗要小便的时候 可能会转圈还是闻地上 你叫他 欸不可以 去那边马上抱他去该去的地方 5次 10次 这样子呢 他就永远记得了 小对地方的时候 你要让他知道 他小对是多么厉害的一件事情 你要去赞美他 什么啊 什么厉害 这样子 所以有一段时间呢 他就很爱大小便过后 来跟我show off 真的 他每一天早上哦 9点的时候 他会去我们厕所 一大小便好过后 他就会冲上来 叫叫叫叫叫叫叫他 然后一直飞到他起床 醒来 去看他的大便跟大小便 然后呢 叫他good boy 他才睡 他才继续睡 Botato是一只 比较聪明的狗狗 因为他来到我们家的第三天 他就已经学会指定的地方大便了 我还有拍起来 真的是超可爱 oh my god 要骂大便了 走 在疫情期間很多人想要養蟲物 你有什麼想要提醒他們的 我覺得疫情期間最適合養蟲物 如果你是每天打在家的啦 狗狗早期的時候啊 是要蠻多時間去培養你們的感情跟信任度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是很有心要養蟲物的話 就趁現在疫情的時候去養就對了 而且你沒有的出去蠻多一個狗狗陪伴的 其實是讓你在疫情的這期間 身心靈也比較健康啦 好 另外呢我也要給一個建議就是 你們在養蟲物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因為我看問題的時候 很多都是小孩子講我媽媽不給我養 其實哦 這個真的是要考慮範圍內的 因為養蟲物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你真的是要有那個責任感 然後有能力 因為他的花費也不少了 其實還好啦 就是狗餅啦 一個月至少要50到100塊啦 如果他吃狗餅的話 如果你自己洗澡 自己學睫毛 其實是可以很省的去吃什麼的 但是你沒有想到的是萬一他生病 因為他們生病是比我們人類的一樣 可以跟鬼 200到300塊他自己生病 好 Poteto會掉毛嗎 這個問題也是很多 Poteto是完全不會掉毛 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就是貴賓狗 因為他聰明 然後他也不會掉毛 很容易打理 而且很聽話 有收到很多問題是講他們的狗狗掉毛很嚴重 其實短毛狗跟博美啊 那些都很會掉毛 Poteto有深過任何關於皮膚病嗎 Poteto是一隻蠻容易皮膚病的狗啦 因為從小他就已經吃皮膚的問題 就是要特別用一些皮膚敏感的懸佈這樣子 我現在是定期把它帶去Foury Style的 然後咧 他們也是會幫他洗一些皮膚敏感的懸佈這樣子 Grooming的價格咧 大概是在100塊左右的 OK Poteto幾歲? Poteto7月17歲 3歲了 所以這個影片要出的時候 Poteto就快要升格了 OK Poteto對於梳毛抗拒嗎 然後也有人問到底要用什麼梳子比較好 我在Poteto去洗澡的地方那個小姐姐呢 她就叫我一定要每天幫她梳毛 可是呢 嘩 我沒有每天 不過我很長啊 加油啊 你一次都沒有啊 哈哈哈 OK Poteto會不會抗拒 其實Poteto會抗拒的 我們又幫她留長毛喔 所以她很容易打結 你看這樣子就已經打結了 所以她其實也不太喜歡 可是沒辦法一定要幫她梳 不然的話更難梳 OK有兩種的 一種是比較細的 一種是比較粗的 看到嗎 然後我覺得你們可以買這種這樣子 按出來 然後你就很容易清理掉她的毛髮啦 這一種粗的呢 就會一直刺到她的毛 她會很痛 我建議你們買這種細細的 然後這一種梳子就會把它的那種叫什麼 毛啊 拖出來的毛 其實狗狗也是每天會拖毛的 Poodle是因為她拖了 會黏在她的毛裡面 因為她是捲毛的嘛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輸出來囉 Poteto平時吃什麼 食物 Poteto會不會挑食 這個問題我也一次過回答啊 Poteto是挑食的 她不愛吃狗餅 Poodle 你說是不是 然後我是給她吃Code Food的 可以給你們看看她吃飯的狀況 欸這些咧就是Poteto的食物來的 這些都是營養師調配的咯 所以要拿出來解凍啊 今天就給Poteto吃Chicken的 然後你拿出來 正在熱水咧 它就會軟了 然後就可以給它吃了咯 Poteto 登登登 一切就吃完了 Good one OK 這個也是蠻多人問的 平時幫Poteto擦眼淚的是什麼餐 為什麼Poteto沒有淚痕 每一天我都有幫它擦眼淚 這個還蠻好用的 一個是擦眼淚 一個是擦耳朵的 我是在VR Pets Shop那邊買的啦 然後它是這樣子一片一片四 每次要用的時候呢 就拿一片出來咯 他也是不太愛擦 OK啦 他沒辦法 每一天都要抹掉 然後他的眼淚是黃黃黑黑的 OK 你會想要讓Poteto生孩子嗎 然後你會幫他硬著去毛啊 我會想要幫Poteto生孩子啦 應該是不會硬嗎 因為 覺得硬有一點 不自然法則 除非是流浪狗啦 但如果自己每天看管的 在控制之內的話 我覺得 就看好他 不要讓他到處搶搶人 哈哈哈哈 前面是講 會生病 硬了比較少的病 但是我們還是覺得 我也不忍心讓他去開刀 而且我也是想要留他的後代 這樣子 OK Poteto敢去跟爸爸撒嬌嗎 Wait a minute 因為我每一天都在撒咯 他每一天早上 他一定會過來 瞭我的耳朵後面 我不懂他用意是什麼 就是想要叫醒我 還是在表達他的愛這樣子 再來 他會 在我做工作到一半的時候 他一定是有東西要做還是怎麼樣 他會來記錄煩我 他就會在我向 好餓 有沒有打算養多一隻狗狗 有 然後有沒有打算領養狗 有 這個等之後 你們就可以留意一下了 請問Poteto的重量是多少 其實Poteto是很輕 很輕 比起一般的狗都很輕 好像Hatchu都有 差不多8kg 他才3.5kg 宣佈其實蠻多人問 OK 我們可以把他帶去給人家洗 我們都會比較喜歡 讓人家去幫他洗 順便剪毛剪指甲 清理耳朵這些 但是我自己是有幫他買 宣佈 他的宣佈很貴 你們可以參考啦 好像一set這樣都要200多塊 因為Poteto的皮膚是比較敏感的 所以我都會買比較好的宣佈給他啦 Poteto味道重嗎 沒有 常洗澡就不會重啊 沒有洗澡就重啊 你身邊有養狗狗的 你問他這個問題 他會跟你講 他很像Butter胃啊 他很像什麼胃啊 他們都很喜歡 熱腸洗狗 熱腸洗貓 這樣子來形容 其實你養慣他的話 他其實蠻乾淨的我覺得 OK 這裡有收到幾個人都會講到 他們現在的狗呢 會咬他們 然後就算有給玩具他咬 他還是會咬 我發現他們問的問題的人咧 他們的狗都是幾個月待 其實幾個月的狗狗 他們都會咬人的 不是咬人的 他是長牙 然後想要跟你的手玩 對 我們以前的時候 Poteto也是很常 好像要咬 可是他嘴一放上去的時候 他是不會咬的 不管怎麼樣 他是不可能會咬我們的 就已經培養到這個信任度了 所以在他很想要咬的時候 只要你一弄到你痛的時候 你就要 Ouch 不可以 對 要表達 那他就會懂 但是你不要表達錯 因為高音對狗狗來說 他會覺得好像在玩 你將他一直咬你 然後他以為你很愛這個 他咬你 我覺得很正常 我一定會咬手 可是不是咬 他是要跟你的手玩而已 Poteto晚上到底睡哪裡呢 睡我的腳下 OK 每一天我的腳都要腳開開睡覺 也要睡我的中間 OK 我是這樣子睡覺我的腳 要不然就醬 他就是在我正中間那邊睡覺 你好烈的選人喔 這個人呢 就是他只要去到他那邊要睡覺的時候 他就會剃走他 對 這個人會回我 不是剃他 我這樣子推一推他就會走了 然後他就會睡在他爸爸的腳下面 Poteto有定死的睡覺 我們關燈他就睡 他的耳朵很容易有這個 Ear Mic 是要小心注意的 然後我們之前有用到一個蠻好用的 我們遞進去然後幫他按摩 Tic Choc 我真的有口臭嗎 沒有 他真的很愛Poteto 他腳沒有 Poteto 聞他 沒有啦 狗狗的口水很乾淨 狗狗刷牙的牙膏其實有很多種類的 這款是我在網上看到很多人推薦的 然后其实狗狗牙膏跟我们人类是不一样的哦 它是可以吃的 所以狗狗刷牙是不用洗掉的 然后就给它们吃就可以了 它像是教书这样子啦 所以你只要挤去牙刷上 这个牙刷是我们人的啦 我选了一个很小的 然后就是打开 然后把锁 它是可以吃的啦那个牙膏 然后可以选口味的 这个是万里拉口味的 所以potato不算抗菌 它还是ok 不然的话你就可以买这种套在手指 然后之后塞进去帮它抹抹抹抹抹牙齿 这样子啦 ok 来啦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你以后有了baby 你还会养potato吗 当然会啦 这个本人会啦 而且我们还可以养更多的狗狗 然后还有收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问 有的孩子会不会让你的狗跟孩子一起玩 一起成长 我是绝对会的啦 对啊 因为我们看外国人他们都是很放心的狗狗 就一起成长 不懂啦 因为我们还没有baby 不过我希望给你打到baby 我也是希望可以 对 再来就是要问的应该是 如果你的baby对狗狗敏感的话 你会养吗 很心痛的一件事咧 我会想办法去养 看下来用什么方法 我们都会尽量选择会一直掉毛的狗狗 因为真的会有感情的 他就是我们的孩子 ok 好了啦 今天的Q&A完成了 我们这几天就到这里结束啦 然后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如果大家想要做第二集的话也是可以在底下留言 告诉我们 Good Job Baneta Good Job Good Job 真好 Good Job 好啦 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 和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